互联网上大量的口香糖广告词 无形中让很多人形成了 参口脚两粒的习惯 那你知道突出的口香糖 也会无意间暴露你的隐私吗 2019年丹麦南部的罗兰岛 发现了丹麦最大的石器时代遗址 除了挖出大量器物外 一起出土的 还有一坨略显黏腻的黑褐色固体 看起来像是某种胶状物 年代可以追溯至5700年前 也就是中石器时代 向着新石器时代的过渡期 经化学成分鉴定 科学家将其锁定在了 化术沥清物质上 上面的鸭印表明它们曾经被咀嚼过 而咀嚼的原因也很简单 比如让冷却过程变硬的沥清 通过咀嚼重新变软 或者利用其拥有的温和性 来缓解牙痛 同样的也可以像现代的口香糖一样 当作一种消遣的方式 不过研究人员在意的 不是远古人为什么嚼它 而是为了透过它来吃瓜 揭秘咀嚼者的生活习性以及样貌 由于这块沥清被泥土完全封住 内部的有机残留物得到了很好的保存 研究人员就通过沥清 提取出了整个人类基因组 以及植物和动物的DNA痕迹 染色体分析显示 该名咀嚼者为女性 虽然年龄未知 但通过口香糖上的牙齿印 可以大致推测出对方为女童 当然了 这点还不算什么大瓜 科学家还有更细致的分析 其实任意两个人的基因组中 有99.9%的序列都完全一样 在人的一长串DNA里 每隔100到300个碱基 就会出现一个不一样的碱基位点 这个位点的差异 造就了不同的等位基因 或者调控序列 遗传学家将这些不一样的位定点 定义为了单核甘酸多态性位点 拿到基因组信息后 研究者将其和已有数据库中 基因组的单核甘酸多态性位点 对比后得出了推测 这位叫口香糖的姑娘 有着深色的皮肤和头发 还有蓝色的眼睛 这些个体 可能跟生活在欧洲大陆的采烈者 关系更密切 而不是当时生活在丹麦的人 也就是说 他们的种族是迁徙而来的 另外值得分析的 就是口香里的食物残渣 通过对DNA测序 并与已知物种对比 研究人员确定了三种生物的遗传物质 一种是化术 这个就是口香糖自身的原料 另一种是鸭子和针子 估计是这位小女孩刚吃过的食物 同时也反映了她们的饮食习惯 有了以上的线索后 一幅完整的假想图就诞生了 一位深褐色皮肤的小女孩 坐在了河水旁 一同出现的 还有针子和刚补到的野鸭 看到这儿不妨试想一下 假设自己吐出来的口香糖 5000年后被出土了之后 又会被从中探究出什么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